云林有一个民众苏先生 他在家里附近捡到了一只小鸡 养了几天之后 觉得家里的环境不适合饲养 于是他把小鸡送给了小学收养 没想到被学校退货 说小鸡是保育类的蓝富贤 把这一位民众吓了一跳 波特生中心的专家表示 蓝富贤幼鸟的脚是红色的 嘴会的这个颜色呢 也比较深 因此苏先生捡到的 的确是小鸡没有错 刚带回来的小鸡 黄色夹杂黑色羽毛 在鸟桥里蹦蹦跳跳 还会跳到手上 相当黏人 模样十分可爱 苏先生不久前在路边捡到它 养了一阵子觉得家里不适合 想送给小学收养 没想到却被学校退货 捡回来的小鸡 居然是蓝富贤幼鸟 苏先生吓了一跳 仔细看 小鸡跟蓝富贤幼鸟 还真有几分像 不过特声中心专家表示 只要看脚就知道 这只小鸡不是蓝富贤 实际比一比 蓝富贤幼鸟的脚是红色 小鸡是黑色 而蓝富贤的嘴会颜色较深 小鸡的较浅 从这两个特征就很容易辨别 虽然小鸡一度被误认是蓝富贤 苏先生还是决定把小鸡养大 再送给国小 当成生命教育的活教材 黄石金武黄水 谢建宗 吴建宏 云林报导 按摩 鸡蛋 妇 中 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